大家好,刚刚获得消息 俄罗斯著名思想家杜金 她的女儿今天遭遇了暗杀 在莫扎伊斯克高速公路上 她女儿乘坐的陆地巡洋舰吉普车爆炸 那么达里亚杜吉娜 也就是杜金的女儿达里亚杜吉娜当场死亡 我获得现场视频给大家播放一下 大家可以看这是爆炸现场的画面 这是在莫斯科 在莫斯科陆地巡洋舰爆炸起火 那杜吉娜的女儿实际上就是这位杜金的女儿 当场死亡 大家可能对杜金不太了解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杜金 这是现场另一个画面 这是爆炸现场 在高速公路上爆炸以后 现场的人员拍摄的视频 可以看 非常惨烈 这是最近的视频 警察已经封锁了现场 正在提取物证 那么结果没有公布 现在我获得消息 杜金本人 杜金本人 现在已经送医了 他得知女儿 被炸死以后 实际上心情非常悲痛 现在俄罗斯的评论员 已经公布了消息 杜金已经被送往医院 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杜金 亚历山大杜金 全名叫亚历山大格列耶维奇杜金 1962年1月7号出生 他出生就在莫斯科 是苏联和俄罗斯的哲学家 政治家 社会学家 翻译家 也是俄罗斯的公众人物 他有哲学科学博士 政治学博士 社会学博士头衔 另外 还是罗蒙诺索夫 莫斯科国立大学 社会学系 国际关系学会的系主任 领导国际欧亚运动 这是杜金到达现场 到达他女儿爆炸现场的画面 可以看到杜金整个人 属于崩溃状态 亚历山大杜金 他是俄罗斯的保守主义政治家 被西方媒体认为 是俄罗斯最危险的人之一 从2014年 俄乌危机爆发开始 杜金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很多西方国家认为 杜金是普京的核心智囊 甚至是普京的大脑 被认为是俄罗斯 吞并克里米亚的幕后设计师 是俄罗斯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 源头 将杜金与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并列 杜金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建立一个新的 由俄罗斯领导的欧亚帝国 范欧亚 实际上他这个理念 按照杜金自己的说法 范欧亚运动 是超出了之前的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和法律思主义 第四种社会形态 所以他认为自己的范欧亚主义 是超越前人的 在其战略潜能 自然资源 领土 疆域 政治传统技术上 强化了主权的俄罗斯 正在成为欧亚大陆区域国家 和人民的一个具有信力的中心 第二点 杜金反对全球化 反对自由贸易 也反对自由主义 杜金在书中写道 特别重要的是 要将地缘政治的骚乱 引入美国国内活动 鼓励各种类型的分离主义 以及民族 社会和种族的冲突 主动支持各类持异见的行动 极端主义 种族主义 不同教派 进而破坏美国国内政治进程的稳定 由此支持美国政治和孤立主义倾向 也是合乎逻辑的 这是杜金 他那个书中原著 美国的右翼网站 将他比作是影响过沙皇 尼古拉二世妖僧的拉斯普丁 把杜金比作拉斯普丁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 杜金被看作是 连接普京与特朗普的核心人物 杜金曾说过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 美国不仅是一个 不仅不是一个对手 还是一个潜在盟友 所以当时特朗普和普京 关系非常好 那么在杜金的 我觉得在杜金的支持之下 特别是他和美国之间 这个运作之下 特朗普和普京之间 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非常 稳定的类似于盟友的关系 所以当时美国呢 有联合俄罗斯 来对付中国的想法 那实际上杜金呢 他希望啊 俄罗斯与前苏联加 孟后国建立一个新的欧亚联盟 创建一个欧亚超级大国 杜金呢 我介绍一下他的履历啊 1935年 他的父亲 1935年至1998年 他父亲呢 是苏联武装部队总参部 情报总局中将 所以从这点上可以看啊 杜金呢 本身呢 有情报总局的背景 特别是他的父亲 是情报总局的中将 曾在 他父亲曾在俄罗斯海关学院学习 学的是法律科学 他母亲呢 是医生 1937年到2000年 是医学 医学候选人 一直住在莫斯科 所以他母亲是学医的 父亲是 情报总局中将 总参情报局 格勒乌情报总局中将 所以他和格勒乌 实际上背后的关系 也非常复杂啊 另外呢 格勒乌大家知道 格勒乌和科学博 并不是同一机构啊 普京出生于 出生于这个科学博 那么现在格勒乌 实际上在俄罗斯 他的情报地位在上升 很有可能和这个杜金 他后面的运作有关系 杜金呢 实际上 他和这个格勒乌之间 关系非常复杂的 那么杜金呢 他在1970年进入莫斯科 航空学院 但第二年被开除 但是他最后也获得了 颁发证书啊 是韩寿证书 1980年 18岁的杜金呢 与盖达尔 杰玛尔一起加入了 党卫军黑色教团 这是一个神秘组织圈子啊 是莫斯科当地的一个 新右翼分子组成的一个神秘圈子 后来还创作了一首啊 叫 鲜血的歌曲啊 这个歌曲我还听过啊 但是对对这个歌曲没什么印象 这个俄罗斯也有右翼啊 1988年 杜金呢 加入了全国爱国阵线 记忆联盟 杜金回忆说啊 在八月政变期间 他向窗外望去 看到了沿着 阿尔巴特河冲向白宫的 反对者 他说 我意识到 他们会像跳悬崖一样 跳下去 就像福音的预言一样 我第一次意识到 为了苏联 在苏联临死的那一刻 我爱上了他 就是我爱上了苏联 1990年至92年呢 他与柯博解密档案 档案馆工作 在此基础上呢 他准备参与一些节目录制 并出了一些书籍 88年至91年呢 他也担任出版中心的主编 随后呢 担任亲爱的天使的主编 在报社进行工作 那么杜金的观点呢 是有变化的 他1990年以前呢 实际上 前苏联时期啊 他呢 一直是持反共的观点 他呢 80年代 持有激进的反共 反苏的观点 但是苏联解体以后呢 他反而爱上了苏联 他的意识形态呢 开始转变 苏联解体以后呢 他从失败的苏联总结出 在冷战中 苏联的失败 是由于海洋文明 对陆地文明的胜利 所以杜金的转向 马克思主义 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 共产主义 欧亚主义 新左派 随后呢 亚历山大杜金还参加了 保卫俄罗斯最高苏联运动 所以你看啊 苏联一解体 他爱上了苏联 苏联存在的时候呢 他积极的反共反苏 所以这个人的思想是有变化的 那我呢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呢 对民主的态度 杜金在2011年发表的 《然耳》杂志上的文章中 阐述了自己对民主的态度 我把原文给他读一下 他说应该记得 民主并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概念 民主可以被接受 也可以被拒绝 可以被建立 也可以被摧毁 有没有民主的美丽社会 和 没有 没有民主的美丽社会 和有民主的丑陋社会 但相反的情况也发生 民主是人类的计划 构想 而不是命运 它可以被拒绝或接受 这意味着 他需要证实 需要道歉 如果没有为民主道歉 他就会失去意义 不民主的政府 形式 不应被视为最糟糕的 民主不是恶者中的叫嚼者 也许他根本就不是邪恶的 甚至可能是邪恶者 一切都需要重新思考 这是俄文原文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的意思呢 很简单 民主不是必须的 实际上呢 民主是可以被建立的 民主只是一种统治工具 另外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的新欧亚主义 新欧亚主义 也是这一次 我觉得杜金 他的女儿 遭到暗杀的一个原因 因为新欧亚主义 确实挑战了 昂古萨克逊 他的统治逻辑 杜金呢 是新欧亚主义的创始人 他在作为国家理念的欧亚之路 文中写道 不同的历史和哲学流派 争论到底谁是历史的主流 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但是当我们谈论一个国家 一个历史社区 一个文化 一个特定文明的形式时 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正在考虑 历史主题是人民 国家的类型 经济机制 文化模式 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 正在发生变化 相互替代 代代相传 但是通过所有这些转变 有的东西保持不变 这种持续了几个世纪的 广袤无音的永恒价值 就是人 谈到和思考俄罗斯 我们考虑的不是国家 而是国家的内在生活 也就是人民 国家只是形式 人民才是内容 杜金于07年的6月5号 前往克里米亚 14年的2月上旬 杜金分析了乌克兰的态势发展 得出结论 在美国支持下 乌克兰 它的局势充满了一个新的 建立一个新的纳粹政权的可能性 所以将俄罗斯的地缘 政治利益考虑进去 杜金认为 新纳粹独裁政权的建立 将不可避免的导致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民族解放斗争 基辅在打击叛乱地区的斗争中 不会止步于种族灭绝 居住在顿巴斯以及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口 俄罗斯将被迫干预冲突 但其干预可能导致与美国的对抗 所以他在2014年2月上旬发表的讲话 和今天的结果完全一致 完全一致 所以现在为什么说 他是普京的智囊大脑 因为他的很多想法和后来发生的事情 惊人的一致 杜金现在在国外网站 特别在美国媒体上几乎是销声的 美国很多他的讲话 在美国是禁止播放的 现在很多人认为 那杜金是普京的大脑 普京的智囊 但是也有一种说法 说普京根本不认识杜金 那杜金和普京的关系 有多种说法 但是俄罗斯国家前杜马主席 曾经说 这个普京实际上并不认识杜金 这是14年接受采访 他说杜金也不认识普京 杜金的思想 无疑与现在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思想产生了共鸣 但从权力的角度来看 杜金最多是非官方的意识形态五官之一 他并没有进入俄罗斯的决策核心层 是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的说法 但是现在也有人怀疑 因为现在可能是为了保护他 所以故意把他和普京之间的关系拉开 但是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他的观点和俄罗斯高层 特别普京的观点高度的一致 就是欧亚大陆理论 俄罗斯想要建立欧亚大陆一个联盟 这个之前我讲过 实际上我在俄罗斯时间 包括我在俄罗斯的我的老师 我的导师也跟我讲过杜金 但是我的老师可能比杜金的层级要更高 我就不给大家公布了 我的老师是谁 是前苏联时期著名的一个学者 他跟我讲过 像杜金这些 在塔卡莱是一帮学生 杜金只是他们的学生 是前苏联时期就有过欧亚大陆理论 实际上杜金的想法和我之前 我的导师给我的说法不一致 杜金想建立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大陆理论 杜金的想法是什么呢 是以欧亚大陆为统一整体 由俄罗斯来左右欧洲和中国 成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一个通道 那么形成了两大引擎 中国欧洲 俄罗斯它来平衡 就是两大引擎 未来很难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 特别是通过石油管线 天然气管线 牢牢控制住东方和西方 俄罗斯它可以在中间发挥巨大作用 欧亚大陆的崛起 也就是俄罗斯的崛起 但是实际上 欧亚大陆理论 当时苏联时期也有一种 构建的是什么呢 是欧亚大陆形成一个联盟的理论 而不是由俄罗斯主导 这就是有区别的 是由谁主导 杜金呢 他之所以被称为是极端思想 是因为他希望俄罗斯来主导 所以形成了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向他靠拢的一个现象 包括极右翼 大家这极右翼都是保守势力 那杜金也是保守势力 所以很多俄罗斯保守势力 包括极右翼向杜金靠拢 而杜金呢 他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欧亚大陆联盟 这个很难被接受 我说的欧亚大陆联盟呢 实际上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是形成一个统一的 一个整体 共同发展 俄罗斯和欧洲和中国 形成一个统一 不是由俄罗斯来主导 而是由欧洲和中国区域主导 那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大陆呢 实际上最后呢 实际上会使欧亚大陆分裂的 因为过去啊 欧洲之所以发生一战二战 就是欧洲很多国家想主导 而实际上新的欧亚大陆理论呢 是排除个别国家主导 而是由欧亚大陆形成区域化 区域化以后包括欧盟 东北亚的RCP 区域化以后逐渐形成什么 形成欧亚大陆的 一个经济文化一个联盟 然后呢 包括货币形成欧亚大陆货币统一 欧元亚元统一 统一以后出现一个欧亚大陆 新的一个整体 这个和杜金的想法是背道而驰 杜金希望俄罗斯 他来主导欧亚 所以这是最大的区别 欧亚大陆理论呢 实际上从前苏联时期就有过 只是谁来主导 杜金呢 实际上是把欧亚大陆理论 他延伸了 延伸到由俄罗斯主导 这个我是反对的 那杜金呢 他呢支持欧亚大陆理论 所以呢 遭到了暗算 现在来看呢 我觉得不管是美国也好 乌克兰也好 对欧亚大陆理论 现在呢 应该有了高度关注了 特别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乌克兰的情报局 包括西方 北约方面 这些情报机构 也对这个理论 我觉得也产生了共鸣 特别是这个理论实际上 将昂格鲁萨克逊 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 这个冲突 公开化了 让世界上很多人 了解到这个世界的真相 所以我说呢 未来欧亚大陆理论 杜金的这个次 预袭 杜金女儿的死亡 会让整个世界 理解欧亚大陆理论 大家知道我是支持 欧亚大陆理论的 但是我和杜金的最大区别 杜金认为俄罗斯 来主导欧亚大陆联合 这是最大的区别 所以我觉得杜金的思想 杜金的思想是西方 也就是美国最难接受的 由俄罗斯来主导欧亚大陆 这也是我不赞成 这可能也是杜金 他遭遇暗算的一个原因 但是从整体上看 欧亚大陆未来 从整体还是一定要联合的 因为欧亚大陆只有联合 才能发展 美国很难在主导欧亚大陆 所以我觉得杜金 他的这次预袭 只是欧亚大陆理论 走向世界的一个前奏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欧亚大陆理论 大家知道 我是目前互联网上 华人里面 唯一一个提出 欧亚大陆理论 我真是不客气 因为现在我看到 其他人没有再说这个理论 没有再说 我从四年前 我就给大家提出 欧亚大陆理论 所以我说 现在欧亚大陆理论 从现在来看 美国已经非常高度的重视 包括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包括北约的很多情报机构 也对欧亚大陆理论 我觉得也正在 有一种新的态度 所以我希望 大家能看到 今天我的视频 跟我一起支持 欧亚大陆的崛起 支持欧亚大陆联合 欧亚大陆的崛起